- 跟同學們分享主題 哈囉,我是薛林六 老師沒教室 今天跟各位同學們分享主題呢 就是在 AI 交流軟體裡面 如果你要新增檔案的時候 色彩模式選擇CNYK跟 RGB 有什麼差別呢? 記得先選好讓你事後會比較方便喔 在新增檔案的时候 通常有些同学们的习惯会觉得 我今天不用特别在意我的色彩模式 选CMYK或是RGB 他们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可是色彩模式其实是非常相关的 因为首先RGB就是大家认识的色光 所谓的色光就是在萤幕上看到的 今天你们在萤幕看我的影片 或者是你们在看网页动画等等 里面的颜色都是色光 所以会非常鲜艳 饱和度够高 颜色会比较活泼 如果说你今天要拿去印刷的话 CMYK就是印刷的颜色 印刷的颜色通常都是会比较暗淡一点 以同样的红色或同样的黑色来讲的话 你们会看到RGB跟CMYK 其实就会有很大的差别 经验分享 我以前在刚接触AI的时候 今天设计这个档案之后 照印刷输出出来的 可是当初我在建立档案的时候 色彩模式我是选择RGB 后来拿去印刷厂印刷的时候 觉得颜色怎么跑掉 说颜色会跑掉以外呢 连鲜艳度都会降低很多 如果说你今天是要设计一个高饱和的海报 你在新增档案的时候 有可能色彩模式你先选择RGB 你非常开心的就是将颜色调得鲜艳活泼很漂亮 可是后来发现你要拿去印刷 色彩模式用错了 你知道把RGB转成CMYK的时候 会发生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整个画面的颜色会跑掉非常的多 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说 那我再重新进行调整 可能红色黄色蓝色等等 你想再重新调整数值 让颜色看起来鲜艳一点点 当然这个方法也是可以 可是更专业的做法 你今天要为了节省你的时间 其实在设计档案的时候 你就要先把CMYK跟RGB先选好 你今天已经确定你的档案是要拿去印刷了 在新增档案的时候请务必使用CMYK来进行设计跟绘制 那反之如果你今天的档案 你确定你之后转出来 你是会运用在网页上 运用在动画上 或者是现在你拍摄的影片里面放的元素 这时候你设计档案的时候 色彩模式就要先直接选择RGB 如果你设计的时候 你是先用CMYK来进行设计 到最后再转成RGB的时候 你会觉得颜色看起来不够饱和不够漂亮 那到时候你可能又再重新调整你是颜色 调整你是数值 所以各位同学们 在新增档案的时候 色彩模式请先调整好你要使用的颜色 对于你之后要输出或是运用在网页上等等 都是会比较方便的哦 不用再做二次调整的步骤 好那今天老师没教的是经验分享就到这里了哦 请在下面留言给我 或者是留言给我 关于在AI或是PS你曾经遇到的什么问题 我可能会针对你的问题 来拍摄新的影片哦 那影片最后把影片按个喜欢 分享出去 记得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